C罗手球达成 1.2亿后卫被轻松缓过 纳布勒斯大门很硬 今天是一甲联赛比赛日 纳布勒斯将会面对实力强劲的尤文吐斯 在第一轮的比赛里 C罗就有过一记漂亮的进球 只可惜最后经过视频助理裁判任进球五项 如今面对实力不容小觑的纳布勒斯 对于C罗来说也是一场挑战 他希望在这场比赛里能收获自己在这个赛季中的第一例进球 在比赛刚开始的时候 纳布勒斯想要和尤文吐斯进行对攻 但用不了多久 很明显纳布勒斯的进攻来得不如尤文吐斯那般猛烈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尤文吐斯彻底掌握了比赛的节奏 开场20分钟内 尤文吐斯将比分改写成为2比0 不过在下半场的比赛里 C罗总算是如愿一场 得到了这个赛季的第一例进球 在比赛的第62分钟 科斯塔突破船中 C罗推射破门 为尤文吐斯再下一场 进了这个球之后 尤文吐斯已经领先纳布勒斯三球 比赛的胜利只需要等待时间结束而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